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5月22日 已經是 星期一了 很多網友很關注一個人 那個叫馬雲 馬雲回到大陸之後 最近銷聲匿跡 一段時間沒有再勞滅 而阿里巴巴也是 短暫的股價刺激了之後 似乎好像被人派貨 散貨 跌回到八字頭 早幾天好像也挺低下 今天先升一個多 之前整個水的阿里巴巴又堆下來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呢 有傳媒報導 馬雲回到大陸之後 最近已經下落不明 他 已經是沒有再參與阿里巴巴的事 大家都其實明白了 馬雲 已經是獻出他在阿里巴巴的控制權 只是保留 可能 部分的股份 但是實際上 整間公司已經不用他再管了 阿里巴巴 也曾經 宣佈過會有分拆的一個計劃 打算把他旗下 分拆成6間公司再上市 5月18日 阿里巴巴 發佈了一個新一季度的財務報表 宣佈 雲智能集團就會分拆 尋求成為一家獨立的上市公司 阿里國際數字商業 尋求對外融資 而材料探索 的上市流程 以及合馬實施上市計劃 一系列的話 即是說他旗下 是研究 eso 真是被人斬到一塊糞 都破裂 falling back half far 但是 ancora實在比他從來 未來6至18個月後 阿里 esta variant 阿里 veux 分拆了這一支中只 阿里 built Bueno 已經已經解鋪了這財 Indeed 阿里把財nego人組合 팔�hire很好 但是阿里的分拆上市計劃 沒有為這個資本市場吸收率 沒有為這個資本市場注入強心劑 沒有為這個資本市場 constitutional RIika 反而 截至18日的美股收市 阿里股價反而跌到了 美國美股一股 港幣 今天 還升了一個多 也是85個多 好了 有美股分析師就說 市場對阿里 沒有甚麼信心 要觀望 原因是 馬雲回到去 好像 已經是 沒有了角色 沒有了 馬雲的阿里巴巴是甚麼呢 就等於一隻喪屍 沒有了靈魂 他們 成立了兩個委員會 六個董事會 取代了馬雲等等的 以前的權力核心 這兩個委員會和六個董事會 基本上 全面取代了馬雲和他以前的 得力助手也好 以前的整個阿里巴巴 成功的班子 阿里巴巴分拆上市的同時 已經有兩個新委員會成立了 就是資本管理委員會 以及合規風險委員會 資本管理委員會只有四個人 都是阿里的核心人物 包括 現在阿里的CEO張勇 董事兼執行 副主席蔡崇信 董事兼集團的總裁 J.Michael Evans 以及 前CFO武衛 這個委員會是有實權的 阿里巴巴六大業務 以及子公司上市融資 也需要由委員會批准 合規風險委員會 負責監督財務報告 以及以外的網絡安全 數據私隱等等 知識產權保護 以及其他合規事 兩個委員會 現在就是阿里作為控股公司運作的關鍵工具 而資本管理委員會 以及合規風險委員會 就是新架構之中最關鍵的心臟部門 現在這兩個委員會就變成了阿里的新框架 裡面當然是沒有馬雲 剛才所說 他們的確有部分 例如CEO張勇 蔡崇信 J.Michael Evans 這幾個 的確是核心 不過 現在真正話事人 究竟是誰 當然已經不是馬雲了 大家都知道 中共已經派了黨委進去 這兩個委員會 實際上 現在也是由黨委決定 其實馬雲自從3月27日 突然在杭州的學校現身之後 這是他近年第一次公開 回大陸露面 回大陸之後 馬雲經常有消息傳出 又說香港大學請他做名譽教授 然後又說日本東京大學 東京學院 請他做客座教授 之後 已經沒有再 現身過了 今天有學者指出 馬雲接受這個 任命 或是聘用 一方面是完成他做教師的夢想 因為以前他教英文 另一方面 就是有個理由 擺脫中共對他的控制 如果中共 不讓他 做這些事情 再要控制他的話 他連人身自由也沒有了 所以 去日本 講學 是給他一個離開大陸的正當理由 其實這個分析也是合理的 因為 日本請我去啊 難道我不去嗎 香港也是 他其實是故意的 周圍就應聘 我又要去講學了 然後我又要去日本講學派生 讓他看 一走了一九就不回來了 被你騙了 你們還想怎樣 好了 現在 中國的經濟很差 所以李強就打算哄他回來 哄他回來做甚麼呢 做三招牌 大家不用怕 我們 是對資本家很友好的 我們還是當他是自己人的 我們沒有認識他 實際上 習近平在做的事就是相反 所以 誰都害怕 當年 被你又騙了回來 說是今年 三月份被你又騙了回來 一會兒你又在我面前磨刀火火 又說哪個好吃 哪個好吃 哪個人頭好香 哪有膽還還留在這裏 好了 當然 李強 一定是要這樣做 原因是他做了當年周恩留的角色 周圍叫人 回來吧 祖國很好啊 很有前途啊 你回來 一起跟我們建設祖國 但是 這件事 其實就騙了部分人 有很多人都被騙了 被周恩來哄了回來 實際上 最終 周恩來就是令到這班人全部在大陸死亡 要是自殺 要是被人打死 《華爾街日報》報導過 中共在二十大結束之後 北京透過一些中共的退休黨員 以及其他富豪 多次跟馬雲接觸 說服他回國 為中國發展作出貢獻 馬雲 被人哄了之後 阿里巴巴就重了 被人 大射八塊 意思就是斬開九輪 普通話就是大射八塊 廣東話叫做斬開九輪 其實是六塊 剁成六塊 這六塊 好像是豬被人打死了 肉還肉炒菜 骨還骨煲湯 內臟就拿去做豬扎 美國的CNN最近報導 香港私募股權公司開源資本 他們的 首席投資官表示 看來阿里巴巴的分拆是北京一手策劃的 這個首席投資官就說 阿里分拆似乎是當局為了壓制科技巨頭的影響力的行為 清楚提醒大家 即使北京做了甚麼保證也好 中共跟這些民營企業的關係 基本上他們的關係 令人感覺到十分之不安 中共似乎每天都侯著 怎麼把他們割來吃 私裔集團首席經濟學家洪浩就認為 北京現在可能需要阿里巴巴 但是又不想給他像以前那樣強大 所以 將他斬件 將他肢解 阿里可能成為中共 希望改造的 科技巨頭的版本 即是說其他 全部都好像阿里那樣改造 騰訊 很明顯就是下一個 洪浩說 騰訊已經開始減持他的投資組合的公司股份 外賣公司美團 也做了雙不同的動作 即是接下來這些公司 會不斷減他們的規模 以前是一家很大的 例如騰訊 周圍收購不同的科技公司 這家收購那家收購 現在就不斷減持 那麼當然 他們就把 持有的股份拿來 利息派給人 這樣就 變相把股份減持 給了公眾 這招都很絕 那些股份就變成了壞股 壞了 搞到市場上就混亂不欺 這個 其實也算賤格 這個騰訊 現在馬雲 究竟他有沒有能力 可以離開中國呢 現在還是很擔心 因為 親近馬雲的人士表示 很長時間沒有接觸過他本人 究竟他是否被人軟禁 他現在的人生自由 是不是有人生自由呢 其實也不知道 當然 一段時間沒有回到阿里巴巴共事 即使他現在身在何處 也沒有人知道 是否在杭州呢 因為阿里總部在杭州 還是 被人軟禁在北京呢 沒有人知道的 所以外面才這麼擔心 阿里股價一直都升不起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 沒有了一個靈魂人物 整間公司變成了甚麼呢 實際上還有蔡崇遜 那些 CEO那些還在 但是那些CEO在的時候 你究竟 他的決策權是不是還是在他手上呢 還是已經是中共控制了呢 這個 外面也很擔心 所以外資不斷在減持阿里巴巴 當然還有一個最大的 那個 就是 軟銀 孫正義softbank 這節我們暫時先說到這裡 接下來我們會繼續跟進馬雲的去向 如果他有甚麼最新消息 我們會再跟大家詳細分享 這節我們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的六部曲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